江南嘉丽地 金陵帝王州 南京 一座古代史和金代史都绕不开的古都 终于 在今年江南的梅雨季 我们去了趟南京 这次的旅程 我们又会遇见什么呢 故事即将开始 我们一起出发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卡环游记 我是大卡 我是小桃 大家早上好呀 现在是江南的梅雨季节 最近几天已经下了好多天的雨 北朝 讨厌这种梅雨季节 对 就是包括人 整个人身上都潮的 空气中都是潮的 包括地面上 墙上都是潮的 然后呢 刚好今天是一个阴天 就也不下雨 然后我们趁这个空档去一趟南京 特别想去红山洞园 听说那边有大熊猫和卡皮巴拉 特别想去 我呢 可能更偏重于去看下历史 因为南京它是一个六朝古都 东吴 东晋 宋岐 两城都在那边建都 包括民国都在南京建都 这次呢 我们会去太子高皇帝 朱元璋的邻 明孝邻 朱元璋呢 他是我们华夏的一个大功臣 他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 驱除葫芦 恢复中华 地纲成绩 救济四明 同时呢 我们也会去中山林 中山先生和太子高皇帝 也有着同样的一个政治主张 驱除大陆 恢复中华 那我们现在就往南京出发了 中山先生 参与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到了高速已经是在南京的街上了 马上就要到动物园了 马上就可以看到大熊猫了 开心吗? 开心啊 从来没有见过真实的大熊猫 先去看大熊猫 往这个左前方走吧 这边对吧 看到了吗? 大熊猫的样子 很多人都看着它睡觉 他怎么还不起床呢? 这几点了? 说十点多了 他好像说是九夜多钟喂他的 那时候他是冻的 现在是睡着了 师傅说你看 你小鞦韆 这个挺好 他怎么睡在那边一动 人家不光是一夜好吗? 人家才不在乎你呢? 他咬得很胖 看看另外一只 李姬云 你狗在里面 都在睡觉 没有一直不在睡觉 没有一直不在睡觉 我服了 买的这个雪糕 我的烤蜡 你的这个什么 小兔兔 拿着胡萝卜 这胡萝卜是粉色的 熊脚印 熊猫脚印 两个不一样的你看 但其实熊猫 它应该是叫猫熊 你知道吗? 他这个房子都好大呀 那肯定 就一份 他只有一份 但是感觉有两三份的样子 那肯定 因为他本身就高 现在是不是要睡觉了 这 这个房子 太大了 这个房子 这也看到了 这个房子 自己吃吃饭 好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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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多具 好多具 哇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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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南京在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风貌建筑 我们感觉人好少 感觉跟那个天津的什么五大道啊和上海啊 就那种那个都差不多 我们也感觉就是走到这边 就感觉这边都安静了 就是流水深 然后很少的一些就是有树 不知道它是这种改造过的还是原本一直保留在这边 它跟我的颜色还挺像 这个感觉好好看 我们现在去明啸岭 告别了大熊猫 我们也即将前往下一站 下一站 我们去半夜 明啸林 我们去半夜 最后再导批 一个小狗